大家好,我是蟲蟲老師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是魔法迴力筒 什麼叫魔法迴力筒呢? 它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一般知道 筒子都是這樣滾來滾去的 那一滾的話它就會永遠都不回來 但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就是看 這地方注意看喔 我把它滾過去彈一下之後走 它就會回來 再一次過去彈一下之後走回來 那你可能會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桌子往這邊傾斜的原因 這裡比較高這裡比較低的這樣子過來 沒關係,我換這邊看一下 彈一下之後走回去 再一次 彈一下之後走回去 甚至呢,我們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老師,那它只有回去再回來嗎? 不一定喔,看一下 現在放在這個地方彈一下之後 它也回來 OK 那它只要彈一下之後它就會跟著回來 那原因是什麼呢? 究竟迴力筒的秘密是什麼呢? 讓大家先想想看吧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我們的魔法揮力筒的製作方式 那製作材料有透明的餅乾盒 那餅乾盒 餅乾盒 餅乾盒的前後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必須要打一個洞 再來 回紋針三支 回紋針三支 羅帽兩顆 束帶一個 跟橡皮筋一條 那製作方法很簡單 首先呢 把蓋子打開 蓋子打開之後呢 從底部這邊先穿過去 穿過去以後呢 穿過去以後呢 我們拿回紋針 把這邊穿過它的洞 把它扣著 好 把它扣住以後呢 把它穿進去 拉出來 扣好 拉好 拉好了以後呢 這邊 穿過盒子 我們這樣子蓋起來 穿過盒子 穿過以後呢 一樣 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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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這個 回紋針勾住 這樣起來 我們的筒針 就大致上完成 接下來我們要用我們的配重 那配重的話 製作很簡單喔 我們先把它 兩個 直指的這樣子 形成一個 圈 再來束帶呢 穿過去 穿過去 穿過去的時候記得喔 兩個螺帽就是 整個邊對邊 也就是我洞直接這樣穿過的 然後呢 把它拉緊 拉緊 拉緊以後呢 拉緊以後呢 這個 多餘的 你可以考慮把它 剪掉 那我的習慣呢 我是懶得剪掉 我會直接 把它塞進去 它塞進去的話呢 有幾個好處 塞進去有幾個好處 先把它拉緊 解好處 第一個 我可以增加的重量 第二個 我就省著拿剪刀在那邊 剪來剪去喔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是來剩下一個 回紋針 這回紋針要幹嘛呢 我們要做它的 勾環 它的扣環 那勾的話 方法很簡單 我現在束帶這裡有一個圈 這樣 然後這邊插過去 折過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套了 那怎麼 怎麼套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迴紋針長這個樣子 這樣子繞過來 再繞回去 所以這邊的話 是有兩個 轉彎 這裡一個轉彎 我們把一個轉彎的 插進去這個洞裡面 好 插過去之後呢 請注意一下 插過去大概插一點點就可以了 大概吐過這個螺絲一點點之後 然後把整個兩邊 這兩個頭都折過來 直接對折過去 然後折彎 折緊 折好 如果這個地方你會怕受傷的話 你可以拿我們的老五千 那折過去之後 它原本這個地方 這樣折過來之後 它勾子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甚至有兩個 它這兩個呢 就是我們天然的勾子 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去勾 OK 那這樣子我們的配重就完成了 配重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跟筒生做結合 怎麼結合呢 很簡單 拉開 不好意思 錯邊了 在這邊 拉開以後呢 拉其中一條 記得只能勾一條 一條 拿起來之後呢 比較長的那一個 勾上去 好 勾好之後呢 我也可以把回紋針 稍微壓一點點 壓一點它就不容易掉 好 再來呢 我們只要把它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調整到正中間去 好 調到正中間去 跳之後呢 在正中間以後 盡量正中間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的 魔法 回力桶就完成了 那玩法很簡單啊 玩法很簡單 我讓它在 它直接 橡皮筋是最直的狀況下 它就沒有任何的 動能 或者是能量 可以去旋轉 但請注意一下 當我這樣往位推的時候 推過來的時候 它就回來 那為什麼會回來呢 有點簡單 推過去的時候 我們的筒身會這樣子旋轉 可是我的重物在下面的時候 我會把它拉扯住 拉扯住之後 我的筒身這樣旋轉 然後呢 重物不動 它就會產生一個 力量 把橡皮筋給扭曲過來 扭曲過來之後呢 我們的橡皮筋 就會把這個能量 儲存起來 一旦我 推的力量消失了之後 它就 反回來 變成 橡皮的動能 會釋放出來 它就把 我們的筒子 扭回來 這時候 一放 它就會扭回來 所以呢 你不管從哪邊 然後去推 然後呢 力量消失它就會直接彈回來 推過去 然後它就 再回來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魔法回力筒 試試看吧